你突然离去 让我措手不及 每次想到了你 都会泪流不止 朋友的鼓励 让我不再犹豫 把眼泪轻轻残去 开始追寻之旅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我的歌声翻阅千山万水 为你唱出彩虹的美丽 为你展现最美的自己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我的歌声唱向大地天际 为你闪耀霓虹的美丽 为你唱出快乐的奇迹 哈 快乐的奇迹 音乐大赛上 咪咪深情的歌唱终于受到好评 得到与野狼豪乐队再次比赛的机会 花头按照赞助商的指示 转而扶持勾勾勾乐队 花头说动望点一起行动 打算偷走狼色心情的金话筒 联合行动 天平这个窗罐上能得好多钱 四尼几丽 还不赶快捡钱 是 这边 这是我吗 即使是被发现 大家也认不出是我忘点的 这个就是狼色心情的话筒箱 这么重 他们是怎么弄过来的呀 请输入您的声控密码 什么还有密码 我想想我想想 这么开门这么开门这么开门 您的输入有误请再输入一次 您的输入有误请再输入一次 野狼豪必胜 您的输入有误请再输入一次 您的输入有误请再输入一次 我就不信打不开你了 差不多了吧 我就不信这个鞋 便便你看大丰收了 地上还有呢赶紧捡 这个望点怎么还没好啊 都是几分钱的硬币 财神爷怎么这么小气呀 我怎么越看财神爷越觉得别扭啊 不会被他们看出来了吧 我还是快撒吧 有钱钱真不错 撒小钱赚大钱 撒小钱赚大钱 便便发生不愣啊 快看财神爷又撒钱了 你动什么呀 这个财神爷肯定有问题 便便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呆呆给我找根长竹杆来 偏偏你想干什么 我要把它弄下来 我撒我撒 我撒 不好 你 我又不信了 我撒我撒 我撒钱给他 他竟然 竟然对财神 撒我撒 好啊 果然是个假的财神爷 那他干嘛跑到我们这儿来撒钱呢 真奇怪 是啊 他想干什么呢 不好 有人想脱轻话筒 快走 快走啊 没想到我这般英明神武聪明绝顶 竟然个话筒箱 外大正早 还发什么愣啊 快走 他们来了 让我拿上金话筒 快走 挂赔啊 开门 给我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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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丑 给我开门 我先走 你休想 开门 开开门的 石头剪刀布 怎么样 石头 剪刀 石头剪刀布 我们是盟友 说还要合作的吗 这个时候还怎么合作呀 非常时候非常手段 开门呐 里边的人开门 啊 来不及了 开门 快 抓住他 放你出来 给我走开 别拽我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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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的号码牌 快走 这不是狗狗乐队的号码牌吗 狗狗乐队你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飙 跑不了飙 谁是谁 天亮了 天亮了 怎么找谁敲门呀 打执找的是谁呀 昨天晚上有人去偷了狼色心情的金话筒 这个人就是你们其中的一个 你们赶紧老实交代吧 大清早的说什么胡话呢 这应该是你们的参赛牌吧 这就是昨晚小偷逃跑时落下的 野狼豪乐队强烈要求 苏伟会将小偷逐出这次比赛 而且还有 你说什么 有我这么有气质的小偷吗 别再狡辩了 谁是小偷最好赶快承认 不然小偷所在的乐队将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有兵一会参赛牌就想盯我们的罪吗 要是有人利用我们的参赛牌赞的 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吗 是不是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坚决不会承认没有干过的坏事 你给我查清楚 否则我告你罪吧 你 你还有理了 你们放心 我们会配合你们查出事情的真相 给你们组委会一个满意的交代 丽莎她有些激动 我们先让她冷静一下 你们看行不行 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查出真相 可恶 真是气人 居然敢怀疑我们的乐队的人是小偷 不就是一块牌子吗 牌子 看来事情比较麻烦 大家先把参赛牌拿出来吧 我的 我的 我给你的呢 我的牌子呢 我的牌子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呢 刚才还在呢 很可疑哦 有这么巧的事 快点给我交出来 我想想 想到没有啊 肯定掉在外边什么地方的 我去找找 我 我就去找 鸯点 找不到牌子你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咪咪 你又往哪儿走啊 你的牌子呢 我的牌子也不见了 我也去找找 你们想气死我呀 可恶的花头 都是她害的 我现在怎么办呢 承认是我拿了金花头 也许可以保全其他人 可我怎么办呢 我还是会被逐出乐队的呀 我该拿你怎么办 不承认 会连累整个乐队 乐队就会被解散 永远也不能再唱歌了 我不能连累他们呢 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谁 是我 咪咪 找到参赛牌了吗 对 还在找 到底掉在哪儿呢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我也来帮你找找 找到了找到了 你的牌子在这儿呢 我的牌子 太好了 这下不用离开乐队了 可是咪咪你 太好了 咪咪你真是太厉害了 快去交给塔克吧 谢谢 谢谢蜜蜜 孩子 我找到了 丽莎 不能让乐队就这么解散了 这回咕咕乐队要解散了 不知道咕咕乐队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我是咕咕乐队的 我肯定先躲起来 难道还等着被解散不成 是吗 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 咪咪你来干什么呀 你这个造型 不用在舞台上 真是浪费 我是来找你们队长的 他在吗 是咪咪吗 请他进来 队长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浪色辛勤队长 通话筒的设计是 是我做的 所有的惩罚我一个人承担 请你放过其他的人吧 拿来 队长 这是我们的金话筒 父亲请罪 咪咪 你很有胆识吗 不过 你承认自己是小偷 就不怕被逐出乐队吗 这就是惩罚吗 我接受 错 虽然这事 应该不是你本人做的 但我猜想你会过来 我不会惩罚你 我决定给你们一次机会 什么 什么 人 为什么不呢 让你们在比赛当中输得心服口服 这才是我想要看的 大大 话筒已经损毁了 看 这儿还有这儿 哎呦 话筒坏成这样了 怎么能原谅他们呢 我 我一定把话筒修好 既然这样 只要你把话筒修好 我就会向比赛组委会提出不再追究狗狗乐队的任何责任 好 一言为定 队长 队长 这事就这么定了 谢谢 谢谢了 没那么容易 看到了吗 话筒是纯金打造的 你拿什么来修啊 话筒我们能修 不过你得帮我办件事 什么事 你说吧 我的手势盒被埋在泥石流里了 你去帮我挖出来 没问题 手势盒 什么手势盒 少废话 跟我走就行了 这 这里 没错了 手势盒就埋在这里了 那 我下去找吧 没那么容易 你必须向下挖进去至少一到两米才行 走 望点及时赶到救了咪咪 咪咪对比赛前景担忧不已 在湖边散心时 碰到了一个肆意羞辱勾勾乐队的滑板少年 这个少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战胜舞台 一举歌唱 妈妈就在不远的地方 因为不管身在何处 你都会注视着我的成长 站在森林 一起歌唱 妈妈的话 又在耳畔 因为你总是鼓励我 要做一个永不放弃的男子汉 噢 歌唱 我一直歌唱 妈妈 我只想让你知道 孩儿已经长大 有了自己的火把 不会再哭泣 不会再悲伤 噢 歌唱 我一直歌唱 妈妈妈 我只想让你知道 孩儿再难也不算难 只是天天都很想你 你还好吗 是否健康平安 妈妈 你就是那首最神动的歌 我一辈子都唱不完 妈妈 妈妈 我愿意为你歌唱 一直为你歌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